《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经络学说是中医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更是临床针灸穴位的诊疗依据 200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 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异于经络穴位思维的阿氏穴与原始痛点 而它们是否有可能弥补经络穴位的不足 甚至突破中医旧有的格局 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趋完善呢? 经络穴位的不足 早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苗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 他用十四经络穴位治疗 以患者的腿痛 经半月无效 于是他尝试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地在其病腿上掐视 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相传是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 才告治愈 阿氏穴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苗认为 它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氏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穴位 显然阿氏穴必有不同与经络穴位之处 此即阿氏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才确立 这与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 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是否为压痛点 正好相反 从阿氏穴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穴位也是古人在实践中 归纳出来的位置 但如认为 其背后有真实的巡行路线 纵横交错 周边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穴位 那就形同可周求见了 阿氏穴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其意义就如同原始点医学的压痛点 不但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 而且也是治病的重要开关 所以校验胜过经络穴位 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氏穴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 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手三阴 手三阳六条贯穿分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 肘部两处 涵盖整条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如实同于水 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线进行 因此针刺穴位 既不需寻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寻经取穴的问题 那么原始痛点 起阿氏穴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它与经络穴位 及阿氏穴的四种比较中 得到答案 第一 三者都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 及七处 置为简要 经络则分成十二正经 任督二脉 及落脉等 在这些经络路线上 分布着三四百个穴位 阿氏穴 则无固定分布范围 第二 三者皆可解除 踏出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在处理上 原始痛点 是通过按推 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因位置仅有一条脊椎 及七处 所以简单易学 经络路 是通过经络理论 以决定针刺 因穴位 繁多 分布于不同经络 以致配穴不易 难有标准 所以复杂难学 阿氏穴 是通过针刺 幻处外的压痛点 因压痛点的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所以难以应用 第三 原始点的压痛点 须避开患处 经按推确认 双方互动 才能成立 但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这类似于阿氏穴 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也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此则类似于经络穴位 而不同于阿氏穴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穴位繁多 以致配穴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也突破了阿氏穴 似大海捞针 以致千年来 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第四 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不仅可达到治乙病 或治未病的医疗目的 还可达到分辨乙病 或未病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 使诊断与治疗 可以融合为医 一步到位 如此诊疗既不曾闻 也不曾见 并非只能治已病的阿氏穴 及经络穴位所可比拟 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 非但为中医 也为全球医学的发展 开创出一个 前所未有的 崭新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